2018年2月24日训,北京,2月23日,38岁陈豪先生中央戏剧学院的考场外,只见他一身黑衣戴着墨镜打电话,行色匆匆地从考生中传过,到校门口刷卡进门,禁止进到教学楼。 自从在中系入职当了表演系老师后,陈豪把更多精力放在教书上。 作为今年中系议考考官的他结后匆忙回校,也是为了这几天正在火热进行中的议考初试。 陈豪先生中央戏剧学院的考场外,陈豪一在《粉红女郎》中饰演万人迷,获得了广大观众朋友们的认可。 那部戏里的他逢情万众,不知迷倒了多少的宅男们,觉悉陈豪婚后就鲜少出现在大家视线里,安心在家降服轿子。 陈豪一直不愿多谈自己的婚事,不过外界盛传其老公是一位富豪,流姓银行家。 说到结婚产女陈豪说,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,我对自己有规划, 在一个什么样的年纪就该做什么,所以我干了我这个年龄该干的一件事。 我从小就知道我应该考什么样的小学,中学,那学毕业之后我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。